您各位现在收看的是 辽宁卫视有话好好说电视台 我们电视台新进购买了一个大型的电视机 这个电视机造价总共价值10元左右 太贵了 太厉害了 而且我们为了这个电视 特意配备了几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们今天要主持的节目都是以前没有干过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外行电视台来说 很期待今天的节目 你们也别闲着 来俩闲人给服务点电视 废掉了不可 最瘦的跟最胖的来 对 第一档节目是谁干的 主播吧 虎哥吧 我们今天派虎哥 好久了 我这把年纪已经到了独暴时间了 来来 谁眼镜借我用你 眼镜来 没有度数的 张云雷 好 欢迎来到虎说八道独暴时间 当然 我是这个独暴者安虎 在这个独暴时间一开始 咱们得讲讲这个猪肉价格的问题 为什么要说猪肉价格呢 因为前天说了 昨天说了 那个前天后天都说了 为什么今天还要说呢 这猪肉是名声 对吧 这个老百姓吃不吃得起猪肉 这个买不买得起猪肉 就是关键在这个老百姓的幸福度的问题 所以说到这个独暴时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报纸报道说 中国猪肉价格连续上这个上周 十周上涨 国家统计局四日公布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 六月下旬猪肉价格是五月下旬相比 涨幅高达百分之十五 猪后腿的这个价格突破了每公斤三十公斤啊 这猪肉真是吃不起了呀 这个后腿吃不起了 咱吃牵腿不行吗 这真不行 那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拉低 拉低这个猪肉这个价格 但是确确实实这个老百姓的民生问题 我们这个菜篮的工程呢 不能说说就算 下次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了 我跟你讲 这绝对是不允许的 因为俗具体报道 明天再见 谢谢各位收看 虎说八道 所以这个说新闻变成一个真子的节目吗 我发现这个当主持人真不好当啊 就是做的不好真挨打呀 从电视机直接救出来